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超级好吃的香酥芝麻烧饼 这款烧饼外酥里软,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芝麻香,真是太好吃了 下面就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在盆中放入中筋面粉250克,加入酵母3克,糖20克 搅拌均匀 倒入温水150克 搅拌成面絮状 加入油5克 揉成面团 表面再淋油5克 盖上盖子洗面10分钟 现在我们来做油酥 碗中放入中筋面粉冒煎2汤匙 加入油3汤匙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即可 油与面的比例是1比1 10分钟 10分钟后取出面团 揉成光滑的圆面团 按扁 擀成长方形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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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少许盐 再撒上少许面粉 从上往下卷起,边卷边拉 捏紧底部 盘中倒入适量芝麻备用 将揉好的面分成四份相等的剂子 取出一个剂子 把所有的边往中间捏成一条缝 然后再把这个缝往一边按下去 每个剂子一样重复着做完 再把每个饼胚按扁擀成牛舌状 再把每个饼胚按扁擀成牛舌状 喜欢吃酥脆一点的在每个饼喷上面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不喜欢吃太酥脆的可以像我这样 擀好后放入芝麻盘中 压一层芝麻 再用擀面杖擀 一擀以防芝麻脱落 然后再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再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再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制作人数冲添添海 制作人数冲添草 制作人数冲添草 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太子状 最后放入铺好油纸的烤盘上 再次醒发30分钟 放入烤箱 用400滑度200摄氏度烤20分钟 这个可根据自己的烤箱取决于时间的变化 烤好立即取出放入烤架上放凉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哟 真的让你吃了就停不下来了